今天清晨气温还是很低 不过今天开始白天冷气团减弱 气温稍稍回升 虽然没有比之前还要寒冷 不过台湾的北部东北部地区 以及金盟马祖还是会有短暂雨 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 会有局部的短暂雨 其他地区以及澎湖是多云稻晴的天气 与其今天白天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的高温 都可以回升到20到22度 中南部地区也可以回升到23到24度 明后两天的话温度上回来会再进一步的回升 预估到了周二 在西班部地区的高温都可以来到26到28度 虽然慢慢感受温度的回温 但是周三19号开始 气温会向流滑梯般急速下降 北部高温会从26度狂降到18度 气温下探12度 中央迹象局表示 这波冷气团将持续三天 降雨很明显 21号白天才会逐渐回暖 而随着封面通过之后 周三这一天会有一个强烈大轮的气团南下 那周三的话 各地的气温都会明显的一个下降 以估周三白天的高温 在北部大概只有13 14度 而周四周五的清晨 则是受到强烈大轮气团的影响 到时候在中部以北的最低温 在只有10到11度 平地大多是适合户外活动的天气 但要特别提醒基隆北海岸和台北山区的民众 虽然雨是逐渐缓和 但是由于连日的降雨 土石含水量高 前往山区的民众要小心提防 摊防以及落石 接着爱人算的董秀台北市采访报道